爱宝双胞胎性格迥异 一个沉稳淡定一个画牢 熊猫也有哀义之分 转眼间爱宝双胞胎已经近50天了 也成功拥有了黑眼圈和黑砍剑 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变悟 两个宝宝性格也渐渐显现 虽是双胞胎却性格迥异 两个小宝宝被一起放在毯子上 姐姐就乖乖地趴在毯子上睡觉 妹妹则为大家展现了一场精彩 且动作十分丝滑地转圈舞蹈 还时不时地和姐姐来个互动 趴在姐姐的头上带动着气负 而姐姐就一直躲闪避让 保持着哀人的特质 转圈转兴奋的妹妹还时不时 嘹亮地叫几声来助助心 听到爷爷的声音更是兴奋 一边嘹亮地叫着一边爬向爷爷 这时候小家伙要是会说话 高低得和爷爷落上几句 小家伙甚至还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二宝的叫声引得大家都笑了 期间姐姐一直安安静静地睡觉 直到将爷爷将两个姐妹抱起来 大宝才缓缓地伸出小手挣扎几下 看到这里是不是以为两只小熊猪 大宝的人格是挨二宝的人格事宜 那你可就想错了 爷爷介绍到二宝之所以会闹的 是因为二宝急切想回到妈妈身边 小家伙是肚子饿了要奶喝 而大宝是因为刚刚喝饱奶 处于一种比较困的状态 其实是大宝的性格比较活泼 爱烦妈妈和缠着妈妈 可是活脱脱地下一个混世大魔王 在大宝趴在爱宝怀里吃饭的时候 爱宝眼里充满无奈并且长叹一口气 而二宝的性格很温和让妈妈省心 所以爱宝带起来也会比较容易 将爷爷把饥饿的二宝抱给爱宝 在地上的二宝感受到妈妈的靠近 更加嘹亮地喊叫着妈妈 爱宝赶忙抱在怀里安慰甜食 小家伙就渐渐安静下来 不过爷爷也说现在的性格 在以后也是有会变得渴 大家觉得两个小家伙以后 是否像姐姐福宝那样 费妈妈又费爷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带娃不依爱宝叹气 爱宝和双胞胎宝宝冷战 爷爷再次充当和事劳 一大早爷爷就发现了不对劲 爱宝捂着脑袋忧愁地躺在地上 背对着宝宝一动不动 就连喜欢吃的胡萝卜 都被丢在地上没有吃完 而宝宝则孤零零地趴在地上 时不时地深深懒腰打个哈欠 爷爷只好小心翼翼地询问 母女二雄是否吵架 可是爱宝依旧保持沉默装睡 在妈妈的血脉压制之下 二宝只敢小心地动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在将爷爷的暖心安慰与劝解下 爱宝勉强地用爪子拨动宝宝 抱入怀里生无可恋的铁 果然谁带娃谁崩溃 就连熊猫也不例外 看看爱宝带娃时绝望的眼神 就可以看得出来爱宝有多心泪 有一次爱宝甚至直接生气撒娇 将爷爷给爱宝按完摩以后 让爱宝回去照顾宝宝 听到这两个字的爱宝 直接生气地摇头拒绝 还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盯着爷爷 然而这并非将爷爷第一次充当 何事老的角色了 也是同样的早上 爱宝和福宝母女二雄 一雄坐在一边谁也不理谁 福宝委屈巴巴地趴在木床上 爱宝则抱着胳膊低头沉默不语 爷爷首先也是耐心询问情况 冷战的两只小熊谁也不说话 在将爷爷叫到福宝名字的时候 福宝还委屈地仰起头不让眼泪落下 小心翼翼地看着一旁的妈妈 但是妈妈依旧一动不动不理睬 爷爷只好更进一步劝和 让福宝主动去找妈妈和好 起身的福宝带着一身青团 毅然地走向了妈妈的房间 母女二雄又和郝如初吃竹子 但是调皮的福宝一直在抢 爱女士手中的竹子吃 还没完全消气的爱女士 直接一个眼神制裁 福宝直愣愣待在原地好几秒 立马松开手中的竹子做好 其实大部分时间爱女士的眼神 都是十分温柔和乖巧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爱宝眼神乖巧又温柔 与圣熙阿姨互动很美好 果然没有人能拒绝爱宝眼神杀 爱宝生下双胞胎爷爷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圣熙阿姨就来帮忙照顾爱宝 在圣熙阿姨细心地叠竹叶的时候 爱宝就温柔地盯着圣熙阿姨 眼神温柔的就好像会说话一样 在圣熙阿姨递来竹叶的时候 爱宝就赶紧接过一手带娃 一手拿着竹叶大口大口吃起来 圣熙阿姨就在一旁温柔地盯着 果然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是女孩子 两个美女在一起真的很温柔 不同于宋爷爷的唠叨 圣熙阿姨就安安静静在一旁投喂 在爱宝吃完以后 圣熙阿姨还贴心为爱宝打扫 把肚子上的残渣都收拾干净 期间爱宝就一直乖巧地坐着 用会说话的眼睛温柔地盯着阿姨 直直地就戳动了网友姨姨们的心霸 爱宝的眼神攻击谁也阻挡不了 在宋爷爷为爱宝竹子的时候 爱宝还没吃完就想要 宋爷爷手上的心的新鲜嫩叶 宋爷爷首先一本正经地叮嘱爱宝 不要浪费要把手中的吃完 可是爱宝直接低头眼神攻击 委屈巴巴地盯着宋爷爷的眼睛 甚至知道抬着眼睛向上看 更加放大了自己的无辜感 好像在说 哪怕你舍得冒我这么渴 我一只熊可是生了两只 宋爷爷只好抱头放弃 一口说着我输了一边喂给爱宝 然后爱宝张嘴等着开心地吃着 下一次将爷爷态态度有了些许强硬 用手指着爱宝吃完再要 爱宝继续自己的眼神攻击 将爷爷用手扶住额头告诉爱宝 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自己 最终还是抵不住诱惑给了爱宝 在爱宝刚刚生产的时候 职业般的姜爷爷累得直打懂 爱宝就时不时看向姜爷爷 眼神里面充满了对姜爷爷的 心疼与感激之情 虽然爱宝不会说话 但其实爱宝什么都懂 爱宝的哪一瞬间 直直戳中大家心巴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